谈点漫威故事体系里的十大平行宇宙 在漫威漫画的故事体系里 有着一个多元宇宙的概念 而漫威电影宇宙也在2016年的电影《奇异博士》 第一次隐晦地提到了多元宇宙 以及在之后的蜘蛛侠英雄远真理 反派神秘科又再一次提到了多元宇宙 直到后来的电影《奇异2》里 漫威电影宇宙载正式将多元宇宙呈现在荧幕里 从而开始了漫威电影宇宙的多元宇宙故事 而下面小编将给大家盘点漫威故事体系里的十大平行宇宙 这个宇宙是一个以变种人悲惨故事为主线的宇宙 在这个宇宙里 由于一位反对变种人的美国总统上台 并颁布了变种人登记法案 而且后来还允许哨兵机器人对变种人进行屠杀 从而导致地球上的变种人每天都在减少 大家熟知的变种人几乎都被屠杀殆尽 这个宇宙可以说是一个变种人的悲惨宇宙 电影X战警迷转未来就是参考了这个平行宇宙里的故事 第九 地球295宇宙 这个宇宙的诞生是因为 大群里有能力穿越回到过去准备自杀万磁王 就在大群即将击杀万磁王时 X教授挡在了万磁王身前 此时也直接导致了祖孙贝伦 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平行宇宙 这个新的宇宙已经被天奇所统治 在与天奇的战斗中 蜘蛛侠 鹰野 雷神等超级英雄都已经牺牲 而万磁王则是领导着X战警 继续与天奇抗争 第八 地球2149宇宙 这是一个被丧尸病毒感染的宇宙 在这个宇宙里的所有生命 以及超级英雄都被丧尸病毒所感染 而在这个宇宙里的行星吞噬者 也被变成丧尸的超级英雄们啃了个干净 在电影《蜘蛛侠英雄远真》里出现的《丧尸钢铁侠》 以及在动画剧《极甲如第五集》里出现的《丧尸》 都是参考了这个地球2149宇宙的故事 第七 地球9602宇宙 这是一个漫威核体系超级英雄可以同时存在的平行宇宙 并且这些原本不属于同一个故事体系的超级英雄 还融合成为了新的超级英雄 比如每对和超人融合出的超级战士 以及金刚狼和蝙蝠侠融合成的超级英雄夜长 第六 地球65宇宙 这个宇宙和之前的宇宙有些许的不同 因为这个宇宙的命名是一只猪侠的指爱 格温时代西第一次出场的时间来命名的 在这个平行宇宙里 格温时代西成为了蜘蛛女侠 而彼得帕克则是成为了反派蜥蜴博士 在电影《蜘蛛侠纵横宇宙》里 就出现了彼得帕克变成了蜥蜴的一幕 第五 地球92131宇宙 这个宇宙并不像之前的宇宙一样 都是漫威漫画里其他平行宇宙的故事 这个平行宇宙的诞生主要是因为 在上世纪90年代以X战警 蜘蛛侠和复仇纸联盟等多个IP的动漫作品 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功 而且这些动漫都高度还原了漫画里的许多大时间 所以漫威才将这个动漫宇宙 命名为地球92131 第四 地球10005宇宙 这个宇宙是X战警系列电影的故事宇宙 从2002年的第一部作品X战警一上映开始 直到2019年的最后一部作品X战警黑凤凰上映之后结束 共计14部影视作品 而X战警宇宙也是因使上帝一个将超级英雄故事 串联到一起的电影宇宙 而这个地球10005宇宙 也随着迪士尼对福克斯的收购之后正式下显 而后续的X战警故事 也只能出现在漫威电影宇宙里 第三 地球199999宇宙 这个宇宙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漫威电影宇宙 这个宇宙从2008年的电影《钢铁侠》一上映开始 直到目前漫威电影宇宙的故事已经来到第五阶段 截止目前已经上映了34部超级英雄电影 虽然最近上映的作品质量远不如以前 但是漫威电影宇宙的故事仍在延续 第六 地球1610宇宙 这个宇宙也被称为终极宇宙 这是一个漫威开创的新平行宇宙 因为漫威的主宇宙故事已经诞生了几十年 许多新粉丝很难了解全部的设定以及故事背景 所以漫威才开创了这个终极宇宙1610 而这个宇宙也在开创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其中大家熟悉的黑人尼克弗瑞 以及小黑猪莫拉莱斯 都是这个终极宇宙里的原创角色 第一 地球616宇宙 这个宇宙就是漫威漫画里的主宇宙 从1939年漫威的第一个超级英雄难魔诞生开始 直到2015年和终极宇宙1610发生了碰撞之后结束 这个漫威主宇宙616 一共存在了77年